那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了,刚才网络问题啊,重新建立游戏 支持小孩朋友刷一个9,支持日本少年朋友刷一个6 现在纳吉德是少年的看家助力了,小孩把他这里直接爆气了 下班偷袭,牵制一下,对方马上下情卷,却反套 八年之后小孩仅存的一颗血量就没有了 以为他用爱丽丝打对方纳吉德,不好打 对于小孩来说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信心 在小孩的理解当中,用马力啊,胜算更高一点 十几个军,有十几个军军的一个对于游戏的一个理点 跟你是不一样的,好,咱们来看这场对决来自于顺颖 顺颖上来也是被对方的纳吉德要拿下了 太快了,难道说一直打一条三吗 你觉得这把能一条三吗,朋友们 开个语言啊 这个角色是女的,是女的 小孩还有七个笔,还有七个笔呢,对面 赢了,小孩有八个笔啊,对面赢了三个笔 少年是日本的,少年是日本的 倒公子,你觉得这把谁能赢啊 太难了 想要拿着一千,有点难,我们来看这把小孩 能不能支撑起来,干掉 少年营,你们都不看好 咱们小孩吗 哎呦,我去 有本事放下来,又是广州好生龙 又凹了个寂寞 这个时候,生龙不动,后果严重啊 那我们来看这场对决,来自于少年对战小孩的比赛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你的朋友 打给主播点关注好吧,也可以卡上咱们的粉牌子 哦呦 那吉德必须要拿下来 他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啊,思华的没有一点点改变 哇去,海恩好在没有资源,有资源的话,你带瑞瑞下 小孩这边血量也差不多就没了 哦,那你满面压制,小孩机会 对嘛,不要给海恩喘息的机会,一直压 飞着这个气,对方 大表哥今天晚上战绩怎么样 大表哥今天晚上是 大表哥今天十次没打 打了个02,打了个2000,输了 2000输是很正常的 中日对抗赛,左边日本的,右边是中国的小孩 2000押王手离赛 那个比赛延期了,因为剑林有事 改到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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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哇擦 完了呀 中间出了一些中段 耽搁了时间 打到现在 打到现在 对吧 小孩输了 最后的依靠 五七八神 稳住啊 哇擦 又是前小超 重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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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